台股今天也是跟着美股开低下跌 8600点暂时失守 这五天的态度是买超的 外资的态度 尤其是在现货市场的动摊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盘面上检视各大类股之 剩下汽车类股表现较为强势 另外节能概念股包括LED族群 以及太阳能族群也是抗跌指标 各股方面台积电 鸿海等 主要全职股表现疲弱 相对的光碟机场商广名 今天吉拉涨停成为了盘面的焦点股